歡迎加入台灣雙十戰國慶 我是鄭凱中 我是鄧偉 大家早安 早安 那現在呢 我跟鄧偉就在總統府的前廣場這邊 稍後9點離5分 就是5分鐘之後呢 整個國慶大會的序幕的暖場表演就會展開 到時候呢會有以5架的永英號 是以大宴的隊形 直接在總統府上宮來衝場 接著就是我們最美麗的外交大使了 就是北英女的樂儀棋隊 那今天的表演呢 其實都是非常的精彩 當然呢 在今天的表演開始之前呢 我們也請代表三立新聞全體幸福的工作同仁 先祝中華民國台灣113歲生日快樂 當然呢 今天我們三立新聞的全線記者 現在目前呢 人也分別在北廣場以及南廣場來駐點 要帶我們方方面面的來掌握這次國慶大典 在9點之前的準備 以及9點之後的進場 所以呢 一開始 我們要先連線給我們的記者尤任博 來帶我們了解一下今天早上 目前的最新情形 任博 好 記者區在總統府前 國慶典禮現場這邊 為您守護最新情形 那麼現場其實看到已經非常多的民眾 都已經來到這邊 那麼包含是貴賓還有政要也都陸續 抵達總統府的活動現場 那麼小包也從7點多開始的時候也都陸續 目前整個舞台下面的廣場座位也幾乎都快要坐滿了 因為稍等一會從9點5分的時候 這個國慶的表演就要正式來展開了 然後剛剛稍早從7點多時候 現場都在不斷進行最後的彩排走位 跟這個演練的確認 就是希望在賴總統首次的國慶表演 可以萬無一失的演出 那稍等一會在9點05分的時候 會以這個勇英高教肌來五個機隊隊型 大業隊型來背越總統府上空低空背越 展現這個飛行員的一個超高技巧 以勇英高教肌來展開這次的國慶的活動表演序幕 因為勇英高教肌也是我國的國基國造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所以是相當別具有意義 那稍等一會像是重要的表演 這個明年的重頭戲 國軍樂儀騎隊也會在總統府這邊 來演奏20分鐘的時間 像是騎隊會展現超高的這個操槍技巧 那另外這個樂儀隊也會不斷的變化隊型 來邊演奏 邊對話隊型 來展現出說國軍來保家衛國的決心 那麼這個樂曲選擇都是非常的氣勢高昂的 來展現出國軍保家衛國的一個士氣 那其實這一次有非常多的一個表演 受到民眾的注目 像是有這個國軍的這個陸軍的戰果隊 會搭配這個陸軍機部333旅的萬金龍 這個萬金龍全場有60公尺 有60年的歷史 他是長期駐守在屏東萬金銀區的 這一次都會一起來到古前來做相關的表演 那麼其實這一次的表演的最後是 壓軸以中華職棒啦啦隊演出 來整個演出結束之後 就進到活動的大會的一個主活動部分 這邊首先就會有一個 慶祖克運輸直升機 懸掛聚服國旗來飛越總統府這邊 那這個國旗有18公尺乘以12公尺 有這麼大是跟往年都是一樣大在飛越總統府這邊 來展開這一次的活動的一個序幕 那麼另外呢 像是活動的這個僑胞代表 還有大會主席 也就是立法院長韓國瑜都會上台致辭 接著就是總統賴清德的致辭 那麼之後還會有相關的一些表演 像是這個憲兵快展快返年的一個重機操演 那這個草野其實有將近有49輛的這個重機 來經過這個總統府前 他們是慢速經過非常的展現技巧 另外還有屈架式的雷虎小組來衝場 來飛越總統府的上空 來以這一次的活動來畫下句點 那其實這一次大家都非常關注 這個賴總統的一個國際演說部分 因為其實賴總統在前幾天有提到了這個 古國論的部分 因此這一次的國際演說 在兩岸部分特別受到關注 再看得到這一次的國際的賴總統演說 鼓咒也曝光 各位的主委韓國瑜其實已經到現場了 那現場的主持人也在介紹 我們的北英女的樂儀奇隊 因為稍後9點05分正式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要展開演出 而且我們的永英號到時候也就非常準時的 從總統府上空來穿場 來這個呼嘯而過 各位朋友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鏡面上面呢 我們的左下角現在目前有這個秒數 好 因為國慶大典其實每一次呢 都是非常非常精準時時分分秒 都會來做計算 所以你現在可以聽到 我們永英高叫機呢 是已經飛過了總統府的上空了 那剛剛呢是也聽到非常大的聲響 他們這一次呢是以這個大雁隊型 來飛過總統府的上空 來替這一次113年國慶大會的序幕表演 拉開序幕 當然第一個表演呢就是 你剛剛有聽到台中其實有跟大家報告 我們最美麗的外交大使 也就是北英女的樂儀騎隊 因為其實過去很多的重大的場合 北英女的樂儀騎隊呢 都會現身來表演 那今年他們是重回到了國慶大會的場合 那他們呢是利用非常有默契 而且會今天呢會一直不斷的變化隊型 甚至他們的隊型當中還有非常多的 臺灣的意象 是 剛剛觀眾朋友呢 在我們現在畫面右方呢 就可以看到是 剛剛我們跟大家報告的 擁櫻高架機呢 是以這個大雁隊型 直接飛過了總統府的上空